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第二间卖场 较热销的抽取式卫生纸没了 民众推而求其次买卷筒 尽管限购一串 但一人一卡照样也能买 至于这间卖场 民众买三代立刻被制止 因为历经卫生纸抢购风潮 全台四大卖场也祭出限购力 加勒福和爱买每人每车只能限购两串 美式卖场好事多 推出一人一卡限购一串 至于大润发在防疫期间 每人每日同款商品限购五个 不同卖场推出不同措施 就是希望民众不要跟风囤货 至少他可以控管那个数量 大概也不会毛起来乱囤 对 因为真的留给有需要的人 可以啦 不用用囤居的啦 因为我们有什么就买什么啦 也没有必要这样囤积嘛 寄出卫生纸限购令 不少民众很支持 但多数民众还是会有恐慌心理 跑到大卖场抢购 政府呼吁民生用品原物料都足够 不要盲目囤货 做好防疫才是上策 三十五周管理三级台北采访不到 这里空的 这里也是空的 卖场卫生纸专区民众忙着扫货 但更忙的是他们 从拆箱拉货到上架 平均一箱花不到三十秒钟 这利落功夫从十八号晚间就开始 卖场人员除了吃饭上厕所休息一下 接下来时间就是仓库跟卫生纸专区来回跑 推出货品 绕过户架 闪过抢购民众 最后抵达专区 开始补货 我也不知道补给炭的 手都软了 单锻炼吧 就是一直补 一直补 一直补 一直补货速度再快也没有办法应付民众一串一串把卫生纸拿走 卖场补货有SOP 要维持满价状况 卖场人员要不定时的寻场 一旦有缺就要从后面往前递补 或是从货架上的寄仓备货 真的都没有就得到仓库拉货 其实一般来讲卫生纸久久才会补一次 那甚至都不会台面上基本上就不会缺货的 民众抢购得太疯了 上的时候就已经被民众抢购这样 补到快要怀疑人生 另一家卖场人员有这招 一次来两车载了近二十箱的卫生纸 但卖场人员就定位却离货架还好远 他们根本没要上架 分工合作一人拆箱一人拉货给民众 另外一个人整理收纸箱 一条龙的作业流程看起来超顺畅 但手快要不听时换 民众疯狂买没办法 他们也只能疯狂补 三训言正强邵子洋跳动